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今天的话就这个游戏哦,叫Cost Hero 也就是Cost英雄 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登录画面 直接在这个画面里面 因为这个游戏真的没有登录画面哦 它就是直接一进来的话 它就给你一个loading 一排loading完了过后 它就来到另外一排loading 就是这样子就进入了游戏 所以我自己也给它这个 这样子的方式给吓到了 所以像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游戏 然后当然由于我是 我怎么说啊 我是进到了这边才按下录制键 所以它背景音乐的话就突然间没有掉了 所以我只能透过 透过就是玩下去 看一下它可不可以把它背景声音给变回来 因为它真的有一个背景声音的哦 哦,这个是它的攻击哦 原来是这样子打 而且它打的怎么是方块斯莱姆啊 这是方块斯莱姆吧 哦,还有它的任务哦 你看它还有一个任务哦 就是你要打败9个敌人 当然它的敌人方面的话 它的怪方面你看都是上司啊 还有这些 还有这个方块莱姆 还有手榴弹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手榴弹是怎么样 哦,原来手榴弹是这样子哦 OK,明白 它给我感觉它有点像那个不休歧视的模式 这样子的感觉哦 就是它可以无限的就是挂机这样子来打哦 OK,挑战Boss 然后我点击一下角色 哦,放名字 是吗,OK,明白 大致上都是这样的啦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你有一个地方可以放你自己想要的名字 然后当然我的名字就不用多说了 我一定是放这个的 游戏试玩 不行哦 它不能够哦 它不能够哎 不能够放华文名字哦 游戏试玩 我再试多一次 不能不能哦 所以我就随便给它放一个名字吧 就叫做12348 反正最主要只是一个分享吧 然后其他的其余的都还不重要 哦,号码都不行哦 有时候它只能够放 哦,太屌了吧 这个就是这样我就用回Player好了啦 Player Player应该没有问题吧 完成 就用这个名字 应该没有问题吧 它就是原本本来的名字啊 会有问题就怪了耶 OK,当然我打完了过后它还可以 还有转身什么之类的哦 当然它唯一跟那种不修其事不一样的是它没有自动打哦 到目前为止啦 之后会不会有我就不清楚了 当然Boss来的话就要挑战了 以后耶 然后可以边打边跑吗 哦哦哦哦哦哦 它 它给我感觉它有 它像一款那个打上司的游戏耶 然后它又有点像那个 什么不修其事的模式 所以我还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 所以我们只可以继续往下看哦 OK 这个是第四关哦 它也是一样哦 你就一样打着去就对哦 当然这种就算是 这种就应该像是无限闯关游戏了吧 这类型游戏都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有200多K的耶 我能够升级什么之类的吗 等一下我看一下 呃 呃菜单 背包 哦是背包都有哦 背包在这边哦 我们来看一下 哦还没有开启吗 然后技能呢 技能的话就是 哦现在有的这个只有一个手榴弹哦 手榴弹 然后等一下我看一下什么东西 菜单方面呢 哦可以领取哦 哦 OK 领取 哦不行不行 还没有到了 宠物的话就是 哦宠物到目前只有三个哦 设定的话就不用理它了哦 然后当然 一样吧 就是继续打怪先吧 我们打打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到底 它到底后尾会怎么样哦 因为你看它现在什么都没有 而且你看它血 一中扣了过后哦 哦 哦它出了等级升 那是等级升吗 还是怎么样 因为它突然又回血了 如果它没有回的话 其实基本上也算蛮糟糕的 这怎么这么说嘛 它是无限的这样闯关 它没有的回你的那个主页了 没的回哦 所以你就只可以一直在这个战场里面 如果没有的回血啊 什么之类的话 你觉得它的血够用吗 所以我们就一样继续 但是它 哦还有上电的 等下上电我就稍微去看一下 因为它这款游戏它不能够自动哦 你必须看到怪就要自己就是 用menu的方式去控制 哦还没开启 原来你什么都没开启啊 你这游戏也太强了吧 当然可以用技能就用技能吧 我丢 哦 原来哦它炸弹是商务到方块莱姆的哦 明白了 你们刚才有看到吧 它方块它的那个炸弹 商务到哦 方块莱姆哦 然后这个是boss吧 看一下什么boss 哇哇哇 炸强爆这个 OK 哦其实这样我可以很肯定了 它跟一款游戏很像 但是 它不是跟一款游戏很像哦 它的怪有一点 有一点哦 有一点 是感觉有点差 一款游戏的那个怪哦 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是什么游戏 那是我曾经分享过的游戏哦 我很确定 因为那个角色那个怪那些的话 因为八九不离十 你们明白吗 游戏的那些角色 如果你曾经有玩过那个游戏 有类似一样的角色的话 你可以很 就可以一下子就可以发现到了 然后当然我就穿戴这个 当然带了还有什么特别哦 也是一样嘛 没没差 只是带一个鲨鱼头而已吧 而且我刚才跟你们讲的 它有一款 它像一款那个 像一款那个就是 砖比的游戏哦 设计的砖比游戏 我想不起它名字 等下我边打边想吧 如果想不起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什么游戏哦 因为它打的这些怪 它打的这些怪物哦 根本简直是一模一样哦 一模一样耶 只是那个唯一跟这个不一样的是 那个是射击游戏哦 它是远距离打的哦 这个是近战的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边哦 然后 它下来不错啦 它会直营你哦 哪一个地方有怪哦 你只要跟 你跟着它箭头走就行哦 有吗 哦 不需要了 因为它直接从地上钻出来的哦 而且那个毒的我根本没有办法打它 而不受伤害哦 出来我用炸弹 因为它一靠过来哦 它一爆的话我就中打了耶 丢你 然后 哇好慢耶好慢耶 我只能说 它回复技能方面它有点慢 真的太慢了 我好在哦 它能回血哦 不能回血的话该也 差不多是要割了耶 而且它现在 现在我感觉它什么都没耶 没有耶 其实还蛮可怜的耶 我把它打到第十关看一下 因为通常游戏哦 八九不离十的都会有一个模式 就是第五关 它会给你 它会开启一些东西 第十关会开启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一次快快的把它打到就是第十关 让我们看一下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吗 以后 我直接按它们直接吹掉耶 又是以后哦 来 再丢你 哇 我太远了啦 原来你还要 你还要抓到对位置耶 我刚才浪费了好多血 再丢你 OK 它Boss一死的话 上面那个蓝色应该就满了 OK解决 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 看一下 哦有了有了有装备了有装备了有装备了有枪了耶有枪了耶 所以我觉得我要换枪出来了换枪出来了 因为 这也太难打了吧 假如近战的话 OK有装备有枪了耶有枪就好玩多了哦 然后当然 就一直把它升级还是补 Mitt 可以升多少就升多少 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金币吧 就一直把它升级他的哦 让我比较好打一些 OK好啰 稿 然后道具呢 道具 О 礼 discrete qui对 啊平ί κ 屁風都有咯 然後一樣也是 就升級升級 它可以升多少就升多少 OK 防衛力加的蠻多一下的 哇 看一下果然不一樣咯 不一樣咯 已經不一樣咯 現在已經變強好多了咯 這個寶箱可以打嗎 不行不行 它只是一個就是路邊的裝飾咯 沒有特別的東西咯 OK 現在我就容易打多咯 當然現在的也越來越快咯 而且下來還會噴毒咯 還是遠距離攻擊咯 不是近戰咯 所以它只能說它是美的休息咯 我只能這樣講 這遊戲是美的休息的 你就只能一直打就對了 一直闖關就對了 然後BOSS來挑戰BOSS 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打了這麼久 完全沒有看到有自動箭什麼之類的 完全什麼都沒有 也就是說 必須靠自己實力打咯 這類型的我最喜歡的 因為假如這類型遊戲的話 你有遇到任何任何的高手的話 他們都是靠實力打上去的咯 並不用靠掛機什麼之類的 OK 又是牛仔了 那個我有啦 不需要啦 然後一樣咯 它其實它都一樣咯 它就是一致重複 重複就是同一個地圖啊 剛才我到現在還是這樣咯 從一個地圖只是怪不一樣咯 怪會變強什麼之類的 而且它也沒有自動瞄咯 你必須要自己瞄到很精準咯 你看 你會打歪咯 你要瞄到很精準就對了 十四關了 OK 我我我我 現在我只懂我現在 在的這個區域啦 全部都是遠戰咯 也就是噴毒咯 全部都是噴毒的那些角色 OK 當然那個太遠了吧 那個在對面咯 我要走過去對面嗎 OK 照打就對了 噢 給它沒有機會哦 給它沒有機會出手哦 但是好在哦 它子彈不會用完哦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這樣 子彈用不完最好啊 不然你要一次履落哦 也就是你要一次充彈的話 也是蠻 蠻累的啊應該這樣講 蠻累的 你看 你自己閃吧 你閃的話它就打不到你 哇哇哇它呢好毒欸 快快一點啊 對哦 它打下來雖然只是一下而已哦 可是它的持續傷害好重耶 OK 我又加了什麼東西啊 我還要看它好像有好多東西 可以轉身哦 轉身是什麼東西 轉身 我轉身有獎勵哦 它給你六百 那個藍色的是什麼東西啊 我不清楚耶 所以我要看一下 它轉身的意思就代表 你重新來過 就從第一關開始 它這點的話就跟那個 不修騎士有點一樣哦 然後那六百東西 六百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而且它轉身過後 你看它裝備 你剛才所擁有的裝備 全部都沒了 你必須要重新打過 然後當然 我另它轉身了過 我一定要看一下 它到底過後有什麼東西吧 是不是這樣講 這是比較重要的 武器 然後道具呢 其實它 OK 等一下頭盔 我要看一下道具 只要它道具我根本按不到 我只能說我按不到 我點不到 我點不到 我點不到道具哦 技能方面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還沒有解鎖嗎 可以裝備 可以直接裝備了 你只要席得你就能裝備了哦 然後 十八關解鎖 哦太可惜了 剛才十八關我就可以解鎖多一個技能 排行榜 嗯 哇排行榜上的話 不用看啊 應該沒有我的名字 寵物呢 寵物呢 寵物也沒有哦 所以它這類型的遊戲的話 我只能說啊 它就是 呃怎麼說啊 只能說是你只能把它當成休閒的遊戲 就是有時間的時候 就進來刷刷一下玩玩一下 這樣子這樣子的遊戲也有 而且這類型的遊戲的話 我不懂耶 如果它沒有添加多一個模式的話 它將將會是一個很耗時的遊戲 如果還有添加一個模式就是叫做自動攻擊 或者自動掛機的話 這款遊戲絕對是一個省事的遊戲 但是現在完全沒有哦 像對的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很耗時了耶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它第二個技能 看完過後也可以為視頻做結束了 嗯 那找怪先哦 哇哇哇哇哇哇哇 原來還是放一把槍哦 放一把槍幫你打耶 這也太屌了吧 我站在這邊好了 可是它有時間限制哦 它那邊有個時間 你們剛才有看到時間嗎 它那個時間一玩了過後就沒有了 你看啊 咦 打得到 怎麼剛才我打它那個四方萊姆 丟炸彈傷不到它呢 我以為不清楚耶 是該角度問題嗎 還是該我丟miss啦 就是丟四手啦 不清楚了 你看就是它哦 我丟 還丟不到耶 我們再打打一下吧 其實它這件還蠻貴的 還蠻貴的 就是可以讓你過足那個手控的那種影 真的哦 玩遊戲手控真的是很 很屌咯 最喜歡這種感覺咯 有存在感咯 不然你像那些遊戲的話 就是全自動化的話你就覺得 你沒有存在啊 你沒有存在的那個意義 明白嗎 OK一樣哦 它也是一樣哦 就是打完Boss了過後拿裝備 打完Boss了拿裝備 當然能拿到好或不好的裝備 我覺得是 應該不是看關卡哦 是看你的運氣 就只能這麼說哦 還是一樣哦 它就是有比較單調在這邊哦 它就是打9個 來我試試看它再丟 哎呦呦呦有傷害了 有傷害到就行了 那我就來一個 放一把槍 哇7秒而已哦 那把槍就只7秒而已哦 當然它等級可以提升 應該可以增加時間 增加它的那個使用時間 所以這裡的話 這類型遊戲也不需要長篇大輪哦 因為畢竟它的那個難度並不高哦 你只要稍微知道 怎麼樣的操作 怎麼樣的一個玩法 基本上就沒問題了 所以這裡的話 也謝謝你的收看 大家 拜拜 拜拜